武神主宰,第五千四百七十六章,我没有。 哄,当修罗道祖停下身形的瞬间,他背后的虚空直接崩灭开来,化为积粉。 而他身体之上则是出现一道道裂纹,差点碎裂开来。 众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,心神震战。 什么情况?石荒大帝竟然直接对修罗道祖动手,是在替昨天的不死石老找回场子吗? 修罗道祖心中也惊目万分。 石荒大帝前辈,你这是做什么? 修罗道祖愤怒开口,抹去嘴角的鲜血,目光阴沉,看着石荒大帝。 他可是五月明帝麾下,这石荒大的竟敢对他动手。 他能感受到这石荒大的是动了真怒,若非他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准地境界,且拥有准地至宝轮回修罗伞。 刚才那一击之下,他肉身便要当场崩灭,神魂重创。 做什么?石荒大帝眼神冰冷,看着愤怒盯着自己的修罗道祖,心中杀意愈发浓郁。 难怪敢对本地如此嚣张,原来是跨入了准地境界,还拥有这么一件准地至宝。 可惜,你以为凭借这些,就敢小觑本地了吗? 本地就让你知道,区区准地,距离真正的大地境,还差得远。 化落。 石荒大帝身形骤然消失。 修罗道祖,心中顿时大惊,他瞳孔收缩,当即怒吼一声。 六道轮回,修罗逆天。 哄! 修罗道祖右脚猛的一跺,双手横在身前。 刹那间,一股恐怖的修罗之力从他身体中冲天起,迅速在他身前形成一道恐怖的漩涡。 那漩涡之中,鬼哭神嚎之声响起,宛若有无数冤魂嘶吼,竟是要将在场所有人的神魂都吸扯进去,顿入轮回。 修罗道! 在冥界,共有六道轮回,分别是三善道的天神道,人间道,修罗道,三恶道的地狱道,恶鬼道,和畜生道。 而五月明帝麾下六大道祖,便是每人以一道成名,修罗道祖所修炼的,自然是其中的修罗道。 此道一道炼成,便可执掌修罗地狱,掌控灵魂生死。 面对石荒大帝的威胁,修罗道祖一上来,便是自己最强大的神通。 呃! 天地间,那漩涡涌动,其中鬼哭神嚎,寝客间,四周天道轮回之力涌动,遮天蔽日。 宛若末日来临,在场只要境界在修罗道祖之下之人,无不感觉到神魂压抑,灵魂悸动。 宛若要重入轮回,生死都将由他人掌控。 哄! 与此同时,那轮回修罗伞爆发漆黑红光,瞬间拦在修罗道祖身前,化作一方天幕。 大帝之威,惊世骇俗,哪怕是只是面对一道残影,修罗道祖也是不敢大意,爆发出自己最强攻击。 哼! 区区准地之力,以为能挡住本地。 虚空中,一道冰冷的声音响彻。 下一刻,一道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修罗道祖的头顶,一拳便是对着下方的修罗之道,狠狠镇压下来。 哄! 石破天惊! 石荒大帝一拳轰出,宛若末日来临,这一拳之下,天地间石器涌动,无坚不摧,如同彗星坠日,狠狠撞击在那巨大的天幕轮回修罗伞之上。 惊人的轰鸣声中,轮回修罗伞发出一道刺耳的步驳撕裂之声。 一道迷蒙的拳影穿透轮回修罗伞,狠狠落在那漆黑漩涡之上。 哄! 众目睽睽之下。 源自太古的石器爆发,那漆黑的修罗道漩涡虚影被轰得瞬间爆碎,恐怖的气息席卷向四面八方,那恐怖的冲击力卷入四周人群之中,除判官鬼王之外, 周围其余驻扎在此地的强者,无不面色苍白,身形瞬间被轰飞出去。 啊! 七历地惨叫声中,有不少强者被这股力量袭中,当场发出惨叫。 灵魂受到了重伤,苦不堪言。 而那恐怖的石器之威,更是穿透修罗道漩涡,直冲下方修罗道祖。 修罗道祖脸色苍白,眼眸深处闪过一抹猙獰,嘶吼一声,关键时刻,他的身上瞬间浮现一道漆黑明甲。 这明甲争鸣,上面镌刻有古明兽图案,化作虚影激荡,狠狠拦在石荒大地权威之前。 就听砰的一声,古明兽虚影被一拳粉碎,明甲之上骤然出现一道道的裂纹。 恐怖的冲击力将修罗道祖瞬间震飞,当场喷出一口鲜血。 咔嚓一声,修罗道祖在道飞之时,身体当场裂开,身形在虚空中,冲击出一道长达万丈的沟壑,整个人重重砸入下方死海之中。 哄!死海激荡,卷起千层巨浪,直冲云天。 周围其余人看着这一幕,神色巨石流露出来恐惧,就是判官鬼王,也是神色大惊,目光惊激。 太狠了!这石荒大帝疯了吗? 谁都看出来了,石荒大帝先前一拳根本没有留守,他虽只是一道投影,但哪怕是投影之力,也是大帝之力凝聚,岂是修罗道祖这一尊准地能抵挡? 若非修罗道祖身上拥有各种明宝和神通,先前那一拳之下,他定然魂飞魄散,当场身孕。 可即便如此,此刻的修罗道祖怕也不好过。 先前那一击,差点撕裂了他的肉身,伤到了他的神魂。 哄! 众人惊激之中,一道身影从下方死海冲天起,正是修罗道祖,但此刻的他,浑身鲜血淋漓,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,整个人狼狈不堪,身体在这一拳之下,呈现出不规则扭曲。 哼,竟能挡住本地一拳,难怪敢如此嚣张。 石荒大帝眯着眼睛一步步上前,身上杀意涌动。 石荒大帝,你敢肆意对我动手,就不怕五月明帝大人震怒吗? 修罗道祖神色惊怒,嘶吼说道,哄! 他脑海中,隐隐有一股恐怖的大帝气息涌动,已然连接上了五月明帝大人,留在自己体内的印记。 只要石荒大帝还敢动手,他必然第一时间联络五月明帝大人。 生死之前,他自然不敢大意。 哼,肆意对你动手。 石荒大帝冷哼一声,嘲讽道,怎么? 难道只准你对本队麾下下手,就不准本帝还手了? 这世上,哪有这样的道理? 此事,就算是你,道到五月明帝身前,本帝也不怕。 以准帝之身,竟敢挑衅他这尊大帝。 哪怕对方是五月明帝麾下,他也有足够的理由和对方说。 对石荒大帝麾下动手。 修罗道祖文言,顿时一正,其他人听了,也都呆至主了。 他们虽然,之前有过这样的猜测,但怎么也没有想到,石荒大的对修罗道祖动手,竟然真的是因为,昨天修罗道祖对不死石佬动手的缘故。 开什么玩笑? 那不死石佬什么时候身份地位竟然这么高了? 众人都清楚,修罗道祖昨天只是略微教训了不死石佬一顿,并没有对他怎么样。 如果这样,就能惹来石荒大帝投影降临,对修罗道祖出手的话,那么这明界的大帝,岂不是都忙死了? 修罗道祖顿时惊怒说道,石荒大帝,在下昨天虽然对不死石佬动了手,但那只是因为对方昨天曾羞辱过在下的麾下,对明帝大人麾下动了手而已。 而且,在下也只是给了他一个教训,石荒大帝你因为这个,便对我痛下杀手,未免也太过分了。 修罗道祖惊怒万分。 这是什么理由? 过分? 石荒大帝目光一冷,韩生道,你若只是教训了不死石佬那也罢了。 可你竟屏蔽了本帝在此人体内的大帝印记,让本帝投影无法直接强行降临。 如此挑衅的行为,怎么,本帝对你动手你还敢不服? 屏蔽了石荒大帝在不死石佬体内的印记。 所有人脸色一变,都纷纷看向修罗道祖,眼神中已经没有任何的怜悯。 难怪石荒大帝会如此愤怒。 修罗道祖对不死石佬动手,那还可以说是下属之间的冲突,可修罗道祖竟敢破坏不死石佬体内的大帝印记。 这相当于在直接挑衅石荒大帝,也难怪石荒大帝会如此愤怒。 大帝印记,那等于是大帝脸面。 任何一个大帝都不可能忍。 我没有。 修罗道祖脸色一变,顿时惊怒道。 石荒大帝,你别血口喷人。 血口喷人? 石荒大帝冷笑说道,我堂堂石荒大帝要对付你,还需编造理由。 你狡辩又有什么用? 难道你敢做,却不敢当? 其他人看着修罗道祖的目光,也都变得冷漠起来。 的确,石荒大帝想要对修罗道祖动手,还需要编造理由吗? 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。 判官鬼王亦是敬佩看着修罗道祖。 修罗道祖还真是勇士,竟敢对石荒大帝的印记动手。 他自己是绝对不如的。 我,修罗道祖心中郁闷得快要吐血,因为他很清楚,自己根本没有这么做。 而周围其他人看着他的目光,却是让他心中郁闷不已,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。 怎么? 你还有什么话说? 石荒大帝冷冷说道,敢对本帝印记动手,就算是五月明帝降临,本帝也要和他好好说道说道。 话音落下,哄,石荒大帝身上陡然爆发出来一道逆天的气息。 他一抬手,一股骇人的力量瞬间席卷而出,对着修罗道祖狠狠照落下来。 轰隆一声,如同汪洋般的力量瞬间覆盖住了修罗道祖。 , Defense醋时间刺客放到一表情感,福高 witches未发言於死亡相差的影子和程度的力量瞬间盈人物,